小故事屋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真好吃 真好吃 肥肥 你吃的太多了 太好吃了 我再吃一块 这一块 再来一块 肥肥 你 实在是忍不住 太好吃了 你说说 这么好吃的巧克力 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快跟着嘟嘟熊科学小侦探 去探索巧克力是从哪来的 你看 这就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 原来巧克力是树上结的 这叫coco树 它的果实里有很多籽 你看 我们叫它coco豆 把coco豆晒干 用机器烘烤 让它的味道变得更浓香 这样就变成巧克力了吗 还要将coco豆捣碎 加入配料 比如糖和牛奶 做成巧克力酱 再把巧克力酱倒入特定的模具里 就能制成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块了 你看 好吃的巧克力原来是这样做成的 我知道了 小朋友 你们知道了吗 洗澡了 洗澡了 肥肥 水是很珍贵的资源 不能浪费 打开水龙头 水不就出来了吗 好多 好多 你看 水是来之不易的 请你跟我来看一看 小朋友 让嘟嘟熊科学小侦探告诉你 水是从哪来的吧 嘟嘟熊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从河里抽取水的管道 用这根管子从河里 湖里 还有一些大的地下水源地抽取水 输送到水处理中心 先把它们放在一个大水池里 沉淀好几天 让脏东西沉底 再用过滤网过滤 干净水被送进水塔里 由水管流到各家各户的水龙头里 原来干净的水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 才能到我们的家里来 我以后再也不浪费水了 猫衣真暖和 嘟嘟熊 织毛衣的毛线是从哪里来的呢 小朋友 快跟着嘟嘟熊科学小侦探去看看 毛线是从哪来的吧 嘟嘟熊 他们剃掉羊毛做什么 用羊毛来做毛线呢 你看 把清洗干净的羊毛整理好 用这个机器就能仿出毛线了 哈哈 好长好长的羊啊 不过为什么都是白色 毛线本来都是白色的 用染料可以染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原来漂亮的毛衣是这样来的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了吗 纸也是宝贵资源 不能随便浪费 又是宝贵资源啊 快带我去看看吧 小朋友 快跟着嘟嘟熊科学小侦探去看看 纸是从哪来的吧 嘟嘟熊 咱们来做地方了吧 这里是木材厂啊 这里是造纸厂 你看这个 一棵大树 变成了 加水搅拌 就做出纸浆了 你看 把纸浆浇在这个满式小孔的板子上 披下来的纸浆就会慢慢变成一张纸 压平 晒干 然后卷起来 看 大树就变成纸了 原来是这样啊 造纸需要砍树 用越多的纸砍越多的树 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纸 嘟嘟熊 我知道这些水果和蔬菜是从哪来的 哦 你说说看 这是葡萄 长在藤蔓上 这是胡萝卜 长在树上 这是草莓 也长在树上 但是我喜欢吃的土豆长在地里 哦 哈哈 肥肥 你的正确率是一半一半 小朋友 快跟着嘟嘟熊科学小侦探到农场里去看一看 你看 胡萝卜长在土地里 草莓也不是长在树上 哦 原来是这样 以后我要向你学做个科学小侦探 哇 哇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